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是中国舆论场在2024年的第一期直播 期待您在新的一年继续关注和陪伴中国舆论场 好 首先我们来看新鲜出炉的舆情榜单 近期美国出台新一轮对台军售 罗知各种借口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非法单边制裁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7号上午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针对美方上述严重错误行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决定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乙军发言人哈加里6号晚表示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 当前乙军的重点是瓦解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的军事力量 他同时透露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沙地带边境 修建新的防御攻势 以便自去年10月7号以来撤离的居民能够返回家园 据土耳其总统府消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6号在伊斯坦布尔 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闭门会谈 会谈中布林肯强调了防止冲突蔓延 确保被扣押人员获释 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和减少平民伤亡的必要性 此次中东之行 布林肯还将访问约旦 卡塔尔 阿联酋等地 黎巴嫩真主党方面6号表示 作为对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鲁里 遭暗杀的初步回应 真主党当天向乙军一处观察哨 发射了60余枚火箭弹 作为回应 乙军当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一处军事据点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 科尔曼市爆炸袭击事件死亡人数 以上升至92人 仍有100多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30多人情况危急 7号伊朗媒体称 该国执法人员已逮捕32名 与科尔曼市爆炸袭击事件有关联的人员 据韩联社6号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发布消息称 朝鲜军方当天下午4点到5点左右 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 发射60多发海岸炮 就在前一天 朝鲜部队还在该国西南海域 进行海军实弹射击演习 并指责韩军从年初起 在朝韩边境周边 举行大规模火炮射击和机动训练 新年第一周 海军各部队组织官兵 开展新年度实战化训练 某军港码头多型舰艇蓄势待发 数百官兵整齐列阵 官兵文令而动 迅速奔赴各战位 各型舰艇紧急备航 截揽鸣笛 开赴训练海域 开展各项实战化训练 据日本石川县6号公布的数据 能登地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 上升到126人 下落不明人数调整为210人 目前灾区仍然停水停电 物资短缺 避难所内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日媒称 在受灾严重的轮岛市 1万多户居民全部处于断水状态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分会场发布 辽宁沈阳 湖南长沙 陕西西安 新疆喀十四地 将与北京主会场一起 在除夕之夜 为全球华人带来一台 情意浓浓 热气腾腾的龙年春晚 这个冬天 黑龙江的冰雪旅游火爆全网 5号第四十届 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隆重举行 超长冰滑梯 梦幻冰建筑 今年除了传统冰雪项目 当地还优化了不少冰雪新玩法 游客们在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 欣赏冬日景观 体验别样热情 联通至家 幸福到家 全屋光宽带 千兆全覆盖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外 鲁花香 中国舆论场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 赞助播出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虽然元旦假期过去了 但是哈尔滨的旅游热情 却是依然持续 现在我想去尔滨成了一句流行语 是的 这几周最热的城市 最火热的城市就是哈尔滨 凭借着美轮美奂的冰雪美景 层出不穷的迎客妙招 还有热情大方的待客方式 哈尔滨迎来了国内外游客 纷值他来 1月5号 第四十届 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 相信还没有去过的观众朋友们 已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看一看 用25万立方米的冰和雪 打造出来的奇幻冰雪世界 究竟有哪些好看的 好玩的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 总台前方记者王海桥 海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的情况 那里的游客是不是已经非常多了 好的 陆建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 来到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在冰雪大世界内设立的 总台的冰雪演播室 那这个演播室是在1月5号 也就是前天刚刚揭牌 投入使用的 这个演播室是位于 整个园区的中心的位置 比临着今年的主塔冰雪之关 投入使用以后 也是吸引了许多的游人的观众和喜爱 他们纷纷来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的门前 进行拍照和留念 这里也成为了整个园区内 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之一 那今年的冰雪大世界 整个的面积是达到了81万平方米 是历届以来最大的 并且前一不久 还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获得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冰雪主题乐园的称号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半了 但园区内还是有许多的游人 十分的热闹 随着元旦的过去以后 寒假即将到来呢 这里将迎来许多全国各地的 这个学生的游客 就在昨天呢 我们这个总台的冰雪演播室 也是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他们就是来自近日 在网上非常火爆的 广西的11位小朋友 网友们都亲切称他们为小沙汤局 来到这里以后呢 是由哈公大的教授 给他们上了一堂 冰雪主题的公开课 而且小朋友们还跟我们的记者 进行了很多的互动 而且还尝试了第一次做新闻主播 除了总台的演播室呢 在冰雪大世界内 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其中最火爆的 就是我们的冰花梯了 每天这个冰花梯的入口啊 都会大排长龙 很多人可能会问 真的这么好玩吗 通过我们的这个全景相机 所拍摄的画面 我们带您来感受一下 这个冰花梯啊 它的高度大概是有四层楼那么高 500多米长 从上滑到下 最快的可以只需要40秒 在整个过程中 您可以充分体验 什么叫做速度与激情 同时呢 还有我们这个演播室旁边的 这个冰雪的这个主题的摩天轮 在摩天轮上 您可以看到这个冰雪的天地线 可以看到整个园区的全景 还有桑花江两岸迷人的风景 在这里感受一个独属于这里的 冬日里的浪漫 最近呢 冰雪大世界还开辟了一个 最新的游客体验的区域 就是冰屋火锅 这个屋子呀 里面的桌子 椅子 甚至杯子 都是用这个精英剔头的冰制成的 在这里食材呢 除了我们常见的牛肉和羊肉以外 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 比如说酸菜呀 冻豆腐啊 冻梨冻柿子 在冰冷的屋子里面 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 用这个冰色的杯子喝上一杯 能让你真正感觉到 什么叫做舌尖上的冰火两重天 那听了我们这么多的介绍 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我们在这里也欢迎您来到哈尔滨 来到冰雪大世界 对了 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多穿衣服 主纪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 谢谢海桥的报道 确实是冰雪天地梦幻世界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羡慕和向往 所以这种冰雪旅游的热情 也体现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哈尔滨火爆出圈啊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都坐不住了 比如同围东北三省的省会城市 沈阳 文旅局局长 就对广西的小商谈局们 云南的小骏子们 还有四川的小熊猫们等小北 宝贝们发出了号召 来沈阳去看看吧 这里有沈阳故宫 还有奇盘山冰雪大世界 同样非常好玩 保证让你不需此行 另外我们还看到贵州也说 要帮助尔滨分担压力 由此可见 各地你追我感奋力争先 让人感觉到2024 大家心劲十足 新年新气象 近日来自广西的11名小朋友 游学东北的视频火爆网络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沙唐局小王子 为感谢东北兄弟省市 对沙唐局小王子的照顾 和对广西沙唐局的喜爱 山水假天下的桂林市 积极响应 桂林市林贵区热情回应网友 喊话以沙唐局为谢礼 直发东北 双向奔赴的身后友情 温暖了大江南北 桂林市林贵区欢迎哈尔滨 东北全国的朋友到来 共赴南北大融合之旅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这段时间在一多两减 三缅优惠政策带动下 贵州冬季旅游热度不减 在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贵州省同仁市中南门 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 和旅游完美融合 在立波摇山古寨 村民们踩着鼓点 为游客表演民族舞蹈 针对康养 研学 团建等不同群体 立波推出定制化游览内容 还加强与省内外旅游同业服务商合作 拓宽入前旅游的货客渠道 2023年入冬以来 贵州的旅游市场 在传统旅游淡季 也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景象 贵州各城市的旅游热度 较往年同期有显著的提升 这主要得益于 贵州在传统旅游产品的基础上 加大了特色体验型文旅产品的攻击 潮流文化体验 经验了游客在冬季前往贵州旅游 游子看故乡共会同心园 本周2024年第一期《爱在中国》 我们带您共同领略 鱼米之乡浙江长兴的独特魅力 浙江长兴地处长三角中心腹地 坐拥太湖 今代浙苏晚三省门户 自古被称为三省通渠 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饶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名不虚传 紫笋茶 紫沙湖 金沙泉 被称为品名三绝 文明海内外 长兴文化繁荣 建县历史有1700多年 茶盛陆宇在此写就茶经 散文家归有光 小说家吴承恩 曾在此共志一线 长兴生态宜居 是全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美丽乡村创建覆盖率达100% 永利朝头赶为先 长兴距离高质量赶超 奋力现代化先行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为开创赴美长兴美好未来 而努力奋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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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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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榜之余情 我们首先来看看榜单的第一条 外交部说 中方决定对五家美国的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出台了新一轮的对台军售 并且以各种借口 制裁中国的企业和个人 对此7号上午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此举严重损害 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严重侵犯中方企业和个人 正当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那针对美方上述的 严重错误行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决定对5家 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那网友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都是非常集中 就是中方的这种举动 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这也是端端刚才说的 这应该是很多网友 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开场呢 先请小灰老师来做一个解读 对台军售 我们曾经总结过 2023年美国对台军售的特点 变本加厉 大家也一起关注过 2023年最后一次对台军售 美方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变化 更多的是强调 没有卖出这种硬性的武器装备 而是更多的是提供的 软性的技术 包括对台军 它的指挥系统的维护和升级 但是我们会看到 当时中方就立刻做出反应 外交部其实已经预告 我们对于美方的对台军售 美方的这种负面的动作 是一定要进行反制 要做出回应的 其中就包括 要对美国的企业来进行制裁 所以现在大家会看到 靴子已经落地 从这一次的制裁措施 从一些细节当中 我们明显看到 我们在对美方对台军售 对军工企业进行回应的时候 很明显打击更为精准 而且更为有力 说到精准 其实网友们肯定会关注到 我们针对美方对台 进行军售的企业进行制裁 这并不是第一次 比如说大家当时格外关注到的是 2019年 中方针对两家 美国的军工企业巨头 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申公司 进行了制裁 而此后涉及到这两家公司 以及他们的相关的子公司 以及相关的人员 不断有新的制裁措施追加 应该说这张制裁的往事 支得越来越密 既然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不可能坐视不理的 而这一次涉及到的五家企业 可能很多网友会说 此前好像没有听说过 这种存在感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们会看到 针对这些企业 他们的负面动向 中方看的是非常准的 首先涉及到美方近些年 所谓武装台军的动向 尤其是武装台军的陆军 那么涉及到自行榴弹炮的提供 相关的企业就受到了制裁 而另外一些消耗性的武器 比如说大家关注到的 在俄乌战场上 发挥作用的弹簧刀巡飞器 那么在这一次的制裁措施当中 也针对相关的企业 另外还涉及到一些 软性的对台军的支持 比如说涉及到的是战术数据链 什么是战术数据链 也就是作战单位 它在战场上的时候 可以随时地来共享一些相关的信息 包括一些图像 那么当然会提升台军的战力 所以涉及到所有的这些企业 相关的技术 手段 那么既然做了 那中方必须要进行反制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在进行反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有法可依的 涉及到反外国制裁法 这个法本身带给我们的是 手段上的这种坚定 和对美方的那种杀伤性 说到中方的制裁 我看到有一些西方媒体说 从目前来看 还无法评估这一次制裁的效果 说这些企业恐怕和中方之间 没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我觉得恰恰这么说 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是在减少对自己影响的这种外溢的这种扩大 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可能表面上来说 从军事合作方面与中方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制裁网 涉及到更多的企业 企业当中的一些人员 不光这些企业本身无法对华经营 他们相关的一些企业 一些业务也无法进一步的推进 那涉及到个人签证都拿不到 那当然有一些影响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时机 说到时机刚才说靴子落地了 而同时我觉得西方媒体格外关注的是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 中方的反制措施出台 是再一次警告台独势力 以武谋独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本周中方对美国的五家军工企业 进行制裁这个事件关注度非常之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榜单 再来看看榜单的第二条 乙军说哈马斯在加沙北部的势力 已经被瓦解 这是6号乙军的发言人哈加里说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军事力量 已被瓦解 而且不久之前我们看到 以色列国防部长还公布了 乙军在加沙地带作战的 这个第三阶段的一个构想 那么关于中东的话题 我们今天也整理了相关的一些数据 来看看一周的这个舆情的这个热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的这个右方 从这个关键字能够看得出来 巴以冲突包括像这个冲突的扩散等等 这些是本周的一些热点话题 所以新年一时可以说是多方下场 中东地区这个局势也是纷繁的复杂 战争风险在不断的扩大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6号晚间 乙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军事力量 已被瓦解 他表示乙军耗时三个月 才基本击败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势力 但以色列仍有可能受到来自加沙北部的零星火箭弹袭击 哈加里说 当前乙军的重点是瓦解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的军事力量 同一天 据巴勒斯坦电视台报道 乙军当天凌晨开始密集轰炸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和尤尼斯多个地区 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 乙军当天还多次袭击加沙城和加沙地带中部地区 造成数十人死伤 值得关注的是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4号公布 乙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作战第三阶段的构想 同时谈及巴以冲突结束后 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 加兰特称 乙军在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 将包括突袭和摧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地道 开展空中和地面打击 出动特种部队等 在加沙南部 乙军行动重点将放在消灭哈马斯领导人 和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约130名人员 不过加兰特没有透露 乙军作战何时过渡到第三阶段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 乙军第三阶段的作战目标 是削弱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在加沙地带的剩余势力 加兰特还表示 本轮巴以冲突结束后 加沙地带的民事事务 将由巴勒斯坦人管理 但乙方不会允许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 或对民众构成安全威胁 因此乙方将保留在加沙地带的行动自由 关于巴以冲突的最新情况 我们来看看总台驻耶路三郎记者赵冰 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如同过去我们三个月以来 在加沙边界看到的景象 硝烟和爆炸仍然不断 那目前来看呢 这场战事还没有出现重大的决定性的改变 乙军依然是在加沙全境发动军事行动 依然没有找到哈马斯主要军事领导人的踪迹 而哈马斯也依然扣押着超过130名的乙方人员 并且呢 依然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 包括在刚才 仍有火箭弹向我们所在的区域袭来 如果说此前双方曾透露出新一轮停火谈判的可能 但是随着上周 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哈马斯领导人的空袭 短期内停火的可能被再度地打破 同时我们看到 以色列方面已经开始调整其军事战略 并且呢 为战后的加沙来制定符合以色列利益需求的方案 根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说法 以军的军事行动将逐步地过渡到所谓的第三阶段 也就是在加沙境内的低烈度冲突 具体来说 以军将在加沙北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 在南部呢 进一步地追击哈马斯的领导人 同时释放剩余遭扣押人员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消息 以色列计划在今年2月的下旬 逐步呢 让那些居住在距离加沙边界 4到7公里的被疏散社区的居民返回 事实上就在我们现在所位于的斯黛罗特 就已经看到少量的居民是返回到这里的家中 所以短期来看 这场战争仍会持续 而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呢 也会持续 好 谢谢赵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那我们现在呢 后台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发来问题了 我们请短短来推送一条 确实我们看到这一周中东局势纷繁复杂 所以网友关注点有很多 那首先关注的就是 以色列防长所宣布的第三阶段 我们来看一位叫大宇的网友 他的提问 以防长公布加沙作战的第三阶段 构想不久呢 以军就称哈马斯在加沙北部势力被瓦解 那这次以军新的作战计划布局 有什么样的针对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一边是激烈交火 一边是以军确称 正在加沙地带边境 修建新的防御工事 修建核规划 其实网友关注 就是第三阶段会持续多长时间 是一个开启还是战斗的结束 两个问题 我们请杜老师来回答 以军第三阶段 有可能是加沙作战局的一个转折 像之前呢 是这个从北向南一次平推 如果按照目前公布第三阶段的计划 是两个点 第一呢叫北清 第二叫南重 作战重心明显要向 哈游宁斯这个方向转进 按照目前以色列的作战行动 如果实现了第三阶段作战任务 今后在北部呢 主要是通过各类作战部队的 火力打击行动 包括这个低强度行动 让这个地区各种抵抗势力归零 而且打地道 然后挖攻势 对于各种抵抗设施全部摧毁 让今后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威胁 在南部地区要通过特战部队 包括斩首行动 还有其他打击行动 对哈马斯重要核心的人物进行狙杀 同时呢 对于哈马斯中央设施进行打击 也说明 从打击重心来看呢 通过第三阶段 有可能会发生大的标号调整 今后如果和北部 形成同一个作战强度 就全境低强度 这大概是第三强度的终极目标 也说明呢 下一步作战行动 有可能它的强度会降低 但时间会延长 持久战会形成一个大的标志 那现在看呢是一边打仗一边挖攻势 总的感觉呢 这个挖攻势和修筑防御阵地 说明持久 有可能是常态化 仗没打完 就开始在加沙周边 进行攻势构筑 就像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所说的行动自由 最后呢 这个以色列军队 不是像以前撤出去不来了 就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而且在边境地区 要保持常态化的存在 要实施高压政策 而且如果加沙地带 形成非军事化 对以色列非敌化 这种状态下 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 它认为不可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无法承担这个中央任务 只有以军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才能够确保内塔尼亚湖 提出的三个条件 能够正确实施 好的 谢谢杜老师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提来问题 我们再推送一条 好 我来推送一位网友 他的提问是专门提问 叶海林老师的 这个网友还给我们 补充了一个信息 刚才片中没提到的 刘川峰问 美国务院宣称 悬赏1000万美元 征集能够破坏 哈马斯金融网络的信息 那这个敏感时刻 美国表态究竟有何深意 也就是说美国想干什么 大的方面来说 美国确实是在配合 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局域的 地面军事行动 就是以军负责 去清除哈马斯的军事抵抗力量 而美国负责在全球范围内 斩断哈马斯获得金融支持的 这个网络 那么这个做法呢 实际上在美国是有传统的 因为当年在20年的时候 美国在和这个伊拉克的 珍珠党不是利班内那个 在这个敌对的时候 也曾经悬赏1000万美元 数目都一模一样 来这个征集有关 伊拉克珍珠党的财政负责人的 这个相关信息 试图切断伊拉克珍珠党的 这个财政这个网络 那么其实这一次对哈马斯也一样 他的这个所谓1000万美元 主要搜集的信息是 哈马斯的五名主要财务人员 他们的这个国际金融收支情况 以便斩断哈马斯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 这个金融往来 特别是阻吓阿拉伯人 特别尤其是海湾的一些 就是我们说产油国的一些 有钱的阿拉伯人 对哈马斯表示支持 这是大的方面 那么配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那么以色列负责地面打 这个美国人负责 或者试图在金融社扼杀这个哈马斯 以便防止 一个是要防止哈马斯利用现在的 这个收到的财政援助 来延长抵抗 另一个就是防止哈马斯 依托自由资金进行战后的重建 以及那么在这个加沙地带 去争夺人心 这都是大的方面 但从小的方面来说 恐怕这里面美国国务院 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就是不管我们国际社会 对以色列的地面行动作合评价 美国国内尤其是拜登政府 对以色列的支持非常坚决 但这种坚决在这个美国政府的 各个部门上 现在不表现在国务院身上 主要表现在五角大楼 和这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一方面提供信息 另一方面负责提供装备 而这个美国国务院 现在表现的应该说是 差强人意的 那么无论是在国际社会上 为以色列争取支持 还是说这个在国际组织内 避免给以色列施加压力 国务院的表现都不太好 这个时候拿出来一个 在金融领域当中 支持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也是有助于美国国务院 在这个美国的对以政策中 保持它这样的一定的地位的 避免这个对以色列事务 完全被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去把持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布林肯在出访中东的时候 出国务院释放这样的信息 这个小心思还是比较明显 谢谢海林老师 我们看到美国一方面说 不希望巴以冲突升级为 更广泛的中东冲突 但是一方面 美国在中东多个地区 打击亲伊朗的民兵组织 这实际上也在增加 巴以冲突风险外溢的可能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中东面临着 随时风险扩大的这种可能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是再次紧急地恢复中东 我们通过短片也来了解一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5号抵达土耳其 开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 个人第四次中东访问 按照计划 布林肯还将访问卡塔尔 阿联酋 沙特 以色列 约旦河西岸等地 分线是认为 布林肯此访意在避免 巴以冲突进一步外溢 但恐难取得预期成果 与此同时 伊拉克民兵武装 与美军的冲突仍在继续 5号下午 一架载有炸弹的无人机 袭击了库区首府 埃尔比勒东北部 驻有美军的哈里尔空军基地 伊拉克民兵武装 伊斯兰抵抗组织发布声明称 对此次无人机袭击负责 另据路透社报道 4号 野门胡塞武装 在红海海域 引爆了一艘载有爆炸物的 武装无人艇 美军称 这是胡塞武装第一次 在红海海域使用此类装置 此前一天 以美国为首的十多个国家 发布联合声明 要求野门胡塞武装 立即停止在红海水域袭击商船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总统拜登 下令对胡塞武装 采取更有利的军事回应 美国官员透露 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 已召开会议 评估可能的选项 包括军事打击 中东局势愈发纷繁复杂 美国也在加强地区军事部署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3号表示 为捍卫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将继续在中东 保持重要军事存在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已与卡塔尔 悄悄达成一项协议 将美国在卡塔尔 乌戴德空军基地的使用期限 延长十年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和以色列在一些问题上 确实还面临一些分歧 所以布林肯这次的中东之行 对一些关键问题的选择 可能还是艰难而棘手的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关注点吧 确实我们看到 美国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在刷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感 所以网友比较关注 就是美国这些举动会有用吗 那也请杜老师看一下星辰大海的提问 这次美高官紧急出访中东有何重点 能否阻止地区冲突进步外溢呢 而且他还关注到美国的两个举动 认为好像是矛盾的 一边要调离航母 一边又加强中东的军事存在 究竟是在维持秩序还是火上浇油呢 这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问题 我们请杜老师到大屏幕前 我们结合相关的这个动画资料 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布林肯到中东四次了 这是巴底油 你看这个地方都挺多 但是这次好像跟之前的预想相比 有差距 你看这架C32757又来了 通过访问呢 他自己讲得很清楚 比如说人道主义援助 什么这个人道主义危机 讲了一大堆 但我想这次访问恐怕根本达不成意图 你最近通过这个三次涡旋 和第四次调整 有几件事出现了 第一呢 八亿冲突在持续 而且第三阶段要展开 这个什么时候结束 谁也说不清楚 而且以色列与美国的分歧在加重 以色列的部长今天讲句话说 我们不会成为美国国际上任何一个星星 就是说不要把我们当成第五个州 也说明呢 在这个未来加沙地带 政治解决 包括今后的政策制度安排方面 说话矛盾特别大 另外呢 在这个周边 连续反应在增加 外议冲突在放大 胡塞武装 包括其他的抵抗势力 还有这反对以色列 反对美国的都在冲突 你看危险指数 美国基地现在也很头疼 这么多次访问 三件事一个没有解决 所以这次访问 我估计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也说明呢 在中东地区的所作所为 违反中东利益 另外呢 现在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 又给胡塞武装搞了个通牒 据说十多个国家 你看这么个国家 联合发布通牒 这个通牒发出以后 目标就让胡塞武装 停止在红海 对上船的袭击行动 现在有可能事与愿违 胡塞武装目前呢 在综合作战能力方面 很强势 如果按照美国 这个打击方式来看呢 如果真的进行打击行动 至少是六国三海 你像这几个国家的基地 都可以出动美国战机 美国导弹发动打击 另外呢 像在这个红海 亚丁湾和这个波斯湾 美国舰队也会发动打击行动 所以如果真的在 这个野门地面发动打击行动 那么将会整个地区 出现大的混战 所以这个最后通牒 标志着冲突 如果真的外溢 它会把巴以冲突 有限的范围 搞成一个中东混战 另外呢 美国虽然细时乱旦地 搞这个所谓的这个警戒 但是这个 这个其他国家没有闲着 你像这个基地摇一炸了 而且是最新的 这个沙伊德 这个101 还有其他的 另外呢 这个胡塞武装 还当着美国人的面 把这无人艇搞出来了 而且打击行动又很强势 也说明呢 这种打击行动 随着美国在中东的深度介入 将会这个更加的严重 所以巴以冲突 也会让现在的中东局势 充满不确定性 所以美国在中东 劝了这么多次 为自己利益 根本就不是为了 中东的战略利益 好的 谢谢多老师 请您回座 所以确实呢 如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呢 一直是宣称 不愿意卷入到这个巴以冲突当中 但是呢 美国呢 在中东地区多点出手 实际上呢 使得自己呢 被迫地卷入到这个风险当中 比如说呢 美国最近呢 出手对于巴格达的一些地点呢 进行空袭行动 甚至呢 我们看到 伊拉克政府呢 现在最近准备 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联军 在这个伊拉克的存在 所以美国现在实际上 是在使中东局势 更加地复杂化 所以我们也 请问小灰老师 现在中东的这个局势 是不是会因为美国的一些举动 可能会充满更大的风险 确实我们会看到 美国不打袈裟 却打巴格达 而且美国强调的是 目标就是针对 亲伊朗的这种民兵组织 它的领导人 而且呢 是达到了目标 那美方的这种动作 很明显是想震慑威慑对手 减少呢 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 如您刚才所说 是加大了冲突外溢的风险 首先呢 美国眼中的对手 一方面是伊拉克 亲伊朗的相关的武装组织 民兵组织 那么这一次的打击行动 很明显是此前 美国感觉到 自己在中东地区 包括在伊拉克的基地 受到了这些武装组织的威胁 那么另外呢 美国也将矛头指向了伊朗 认为呢 在这些武装组织背后 伊朗在发挥着作用 所以呢 这一次的打击行动 针对巴格达的打击 那很显然 美方强调 不是针对平民 不是针对基础设施 而是呢 希望未来自己的基地 有更多的安全 希望呢 伊朗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涉及到相关的民兵组织 民兵武装 他们必然会对美方的 这种打击行动 做出回应 也就是说 未来美国的基地 将面临更多被打击的风险 那么如果打击行动 造成美军大量的伤亡 那么美国被迫 卷入到战火当中 不得不大打出手的 这种可能性 会进一步的增加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伊拉克方面 对于美方的行动 是极为不满的 这是直接侵犯了 伊拉克的主权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面临的 另一重的尴尬 是希望能够 在这个伊拉克 建立起西式民主 但是呢 反而这一次的打击行动 是削弱了伊拉克政府 它的这种控局的能力 使得相关的武装组织 反而呢 是获得了更多的空间 让伊朗对于这些组织 它的影响力 会进一步的上升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去年是美国发动 伊拉克战争20周年 而当时呢 美国对于20年来 在伊拉克的这种存在 也进行了反思 认为呢 确实西式民主 是水土不服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那么同时也会看到 在美国的 不断的搅动的过程当中 不但没有更多的 提升自己的地区影响力 反而呢 给伊朗制造了更多的 这种发挥的空间 所以这次的打击行动 最后美方也会看到 伊朗的影响力 会进一步的提升 而且呢 现在有数据显示 就本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美军在中东的基地 遭到了120多次的打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军会不会加入到 这个更广泛的 中东冲突当中呢 这可能也是很多 网友关心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推送 网友的提问 尤其是一些报道当中的细节 特别耐人寻味 比如美国与卡特尔 就基地问题悄悄地 达成一项协议 为什么要悄悄 我们网友还关注的 就是胡塞武装 一定是让美国非常头疼 看看美国怎么办 周周问 胡塞武装 无视美国西方最后通牒 那首次对美军动用了无人艇 美国会对胡塞武装 发动军事打击吗 那真的是要动手 会从哪个方向来进行动手 好 我们请韩林老师来回答 美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 但是从这个美国人 现在为止拼凑起的 联合发布的最后通牒的 这个签署国上来看 可以想象得出来 美国现在在中东的 这个外交态势的确 非常的不得人心 因为在所有的签署国里面 只有一个国家是海湾国家 而且是阿拉伯国家 就是巴林 而巴林的情况有得特殊 我们都很清楚 那是美国在波斯湾地区 最大的军事基地所在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 对于这个是不是 支持美国这个打击胡塞武装 态度很明确 他们是不支持的 那么对胡塞武装 阻断红海运输这个事情 不只是阿拉伯国家 相信世界上所有参与全球化 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 都有自己的看法 都不希望红海的运输被阻断 但是即便如此 都没有人公开支持美国 除了美国那些铁杆盟友以外 就逐渐大家对美国 这种动辄与军事手段 去这个胁迫他国 接受本国立场的这个态度 是很有看法的 所以得不到国际社会支持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 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么至于说 在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 美军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表达对胡塞武装的不满 那么军事威慑 这是其中一个已经说出去了 做不到 那么如果这种威慑 说完了之后没有任何后果 胡塞武装还升起了 对这个红海的阻断力度 那可能就迫使美军 不得不在军事上 要做出实际的应对 所以军事打击的风险 还是相当高的 但是这种军事打击 不意味着说 美国会全面地对野门进行空袭 因为胡塞武装 现在基本上控制着整个野门 而野门是一个没有什么工业 没有什么太大的核心城市的国家 美军无法像攻击伊拉克那样 去攻击野门 那么对野门更多的做法 很可能只是说 对某几个点位进行一下定点清除 那么做一点重点打击 来显示一下 发泄一下愤怒 但是试图以全面的军事行动 去瓦解野门胡塞武装 封锁红海海峡的红海的能力 这件事应该不是美军目前的选项 而且即使美国想这么干 恐怕它也做不到 因为胡塞武装 现在用来封锁红海的武器装备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大型的基础设施 和网络支撑 无人机 无人艇 投放的地点非常多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想用军事打击去 这个消灭掉胡塞武装 这个至少说清除掉 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的能力 这个事是不现实的 那么如果盲目扩大战事 很可能会使得美军和以色列军队 在中东的处境更加困难 好的 谢谢海林老师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身后的大屏幕 来看看一周的舆情和数据观察 刚才我们是提到了关键词 现在我们再看看 下面这个巴以冲突 一周的一个关注度 大家可以从这个柱状图当中看到 星期三这一天 突然这个关注度 是达到了一个最高 我们也知道星期三也就是三号这一天 在伊朗纪念这个已故的将领 苏莱玛尼的当年活动当中 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 而且这个死伤情况非常的惨重 那么截止到七号 伊朗已经逮捕了32名 和这个科尔曼恐袭相关的人员 而就在这个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 我们看到像黎巴嫩 伊拉克等地也发生了空袭事件 所以现在在中东地区 是多头多方这种袭击事件 使得局势非常的复杂 也使得这个巴以冲突 外溢的风险在骤然增高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5号 伊朗情报部称 该国执法人员已逮捕11名 与科尔曼市爆炸袭击事件 有关联的人员 执法人员在抓捕行动中 还查获雷管 炸弹背心等 爆炸装置和材料 声明说 已查明两名自杀式袭击者中 一人是塔吉克斯坦公民 另一人身份尚未确定 同一天 伊朗总统莱西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司令萨拉米再次谴责美国和以色列 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行为 并誓言将为此次袭击报仇 伊朗总统办公室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主任 贾姆希迪此前也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要为爆炸负责 4号 极端组织宣称 发动了此次爆炸袭击 由两名自杀式袭击者分别实施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当天表示 美方对于极端组织认领 伊朗克尔曼式爆炸事件 并不表示质疑 科比还称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伊朗爆炸事件 与新一轮巴以冲突有直接联系 有分析指出 这起连环爆炸事件 进一步加剧了各方的紧张情绪 可能让中东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事实上 近一段时间 在红海 黎巴嫩 伊朗 和伊拉克发生的袭击事件 均有所增加 中东面临着 来自多个方向的安全威胁 据以色列陆军电台5号晚间的消息 当天至少有10枚 自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 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 其中4枚被当地防空系统拦截 6枚落入空旷地带 谢莫纳及其附近地区 拉响防空警报 当地时间5号晚间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发表声明称 以军已经准备了一份 应对以色列北部战线的综合军事计划 以军将继续在以离边界地区 开展军事行动 并视情况进一步扩大行动范围 中东的局势是诡诀多变 我们看到伊朗的恐袭事件 正好是发生在大家 都担心巴以冲突的风险升高的时候 那么现在伊斯兰国已经宣称 对这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那么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希望中东陷入一场乱战吗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送网友的问题 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网友的疑惑也很多 既然极端组织已经宣称对此负责 伊朗为什么仍将矛头指向 美国和以色列 而且美国又坚决否认说 这个事件与巴以冲突没有关联 这是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 问小辉的一个提问 小柴柴问 说伊朗逮捕了爆炸事件的相关人员 为什么仍称需要美国和以色列对此负责 而且誓言强烈报复的伊朗 又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东局势不断蔓延大背景下 类似此次连环爆炸事件 是否会再次发生呢 刚才鲁建老师梳理本周的榜单 那周三呢 大家非常关注的是 伊朗发生了连环爆炸事件 那么最新的消息 伊朗在全国已经搜出了64枚炸弹 也就是说呢 爆炸事件仅仅是危险的冰山一角 大家也会注意到 尽管呢 现在似乎呢 事件开始有更多的信息浮出水面 好像呢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这一次的爆炸事件 与美国和以色列是毫无关系的 与巴以冲突是毫无关系的 但是呢 从伊朗的角度来说 伊朗更多强调的是 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造成的是伊朗在国内 以及呢 在外部这种安全环境的极度的变化 也就是说 伊朗的逻辑是 如果没有巴以冲突升级 那么这一次的爆炸事件 是未必会发生 相关的这种行动 是未必能够成功 能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 我们会看到现在呢 确实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之下 伊朗在国内 这种国内安全防护的能力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牵制 所以呢 也使相关的这种事件的发生 确实它的风险在增加 那么另外呢 从美国和以色列的角度来说 必然会希望伊朗能够顾此失彼 所以现在伊朗非常警惕的是 当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当美国和以色列 借机煽风点火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伊朗无法在国内 以及呢在外部 在这种安全的维护方面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漏洞 带来更多的风险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会看到 当前呢 对于伊朗来说 伊朗的誓言要进行反应 这种反应呢 并不是说 马上会把这个战火 延烧到以色列 甚至延烧到美国 而是伊朗方面 首先要稳住国内的形势 尤其是当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对于政府来说 对于这个领导人来说 控局的能力 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如果国内出现 一系列的变动的话 那无异于给美国 和以色列可乘之机 所以下一阶段的 这种报复性的措施 对于局势的这种稳定的措施 伊朗方面呢 会以一种相对谨慎的方式 来进行处置 会拿捏这个尺度 但是呢 同时我们会看到 只要巴以冲突继续延续 中东这种冲突 外溢的风险继续在扩大 那么不管是伊朗 还是其他的地区国家 恐怕呢 国内出现更多的 这种不确定的事件 出现更多的爆炸事件 恐袭事件 乃至一系列的这种冲突 可能会造成的 这种负面的影响 这种可能性会随之增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继续推送网友的问题 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 就是巴以冲突 风险会不会外溢 那么我们看到 黎巴嫩真主党方面 总是有一些行动 所以有位叫辛葵的网友 他关注一个问题 辛葵问 黎巴嫩真主党 向乙军以观察哨所 是发射了62枚火箭弹 并称这是对哈马斯政局副主席 阿鲁里遭暗杀的初步回应 那乙方称呢 将会视情况扩大在 以离边境地区的 军事行动范围 冲突会否加速蔓延 其实可以补充一句 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说 不能再沉默 做了一个这样的表态 确实 这个风险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我们请海林老师来回答 从现在来看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还都是比较克制的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 对这个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也只是描向了 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的 一个边防哨所 那么袭击的烈度并不大 而这个以色列的回击 我们也看到 它是精心选择了目标的 就是它打掉了 这个在黎巴嫩境内的 哈马斯武装的头目 但并不是针对这个真主党武装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说明以色列方面 并没有这个充分的物质准备 要把这个冲突扩大到北部防线 那么联系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前段 我们所讨论的 这个所谓第三阶段任务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以色列在加沙打了90天 打了三个月时间 都没有把加沙城占下来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还只是把战果 限制在加沙北部地区 但已经是集结了以色列 几乎能动员的所有部队 同时以色列还要在 这个黎巴嫩方向 摆下重兵来进行威慑 这种情况下 如果盲目地在黎巴嫩方向 开辟这个大规模的战线 那么甚至说这个全面进攻 政治党控制区对以色列来讲 南北双方的军事压力会 一下子变大 这是以色列目前很难承受的 特别是考虑到 那么美军已经开始 从这个以色列近海地区撤退 撤走自己的这个航母力量的情况下 意味着说美国也希望 以色列能尽快地结束 目前这个非常尴尬的军事行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以色列和 以色列主动挑起扩大战火 这个挑起和黎巴嫩 珍珠党武装的全面充足的可能性不大 而珍珠党武装现在已经进到了 援助哈马斯的这个 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本分或者是义务 那么表示了对哈马斯的支持 那么全面地去这个袭击以色列 也同样不符合黎巴嫩珍珠党的利益 所以双方应该说 北部战线尽管是看起来 这个战云密布 但实际上缓冲的机会还是有的 跟袈裟的胶着地带 胶着状态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别 好的 谢谢海林老师 好的 节目进行到这里 要给大家发福利了 大家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本周 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特殊的 这样的一个奖品 这个是由建展烧制技艺传承人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 烧制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展 那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我们中国议论场的公众号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建展 好的 中国为鲁花香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菊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 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络板块 新年一时 各军种各部队 都是掀起了练兵备战的热潮 从北疆边陲到南海支兵 从雪域高原到万里海江 全军官兵都以饱满的战斗状态 昂扬的冲锋姿态 全面投入到新年度的军事训练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镜头 去各部队火热的练兵一线 去看一看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新年度军事训练正式拉开帷幕 训练围绕实战化导向 突出海军潜艇兵特色 展开多项比武 我宣布基地2024年开始 同样在近日 华东某机场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部数架歼16战机升空 奔赴不同空域展开飞行训练 新年度开飞 我们坚持以战领训 劝我战机随时上得去打得赢 在另一训练空域 新改装飞行员还同步进行 空战战术 编组飞行等 高难度科目训练 不断练强飞行员制上本领 同样 中部战区空军部队 聚焦实战时训 开启新年度练兵备战 空军航空兵某团新年度首飞 数架运20依次升空 奔赴指定空域 在空中完成集结后 采取多机编队飞行 厂压1动15 使用23号可以划行 快去兵动1方位 三动动距离1动1 警报声响起 地道某旅官兵全员全装 迅速冲向战位 紧急展开战斗部署 此外 在西部战区空军某机场 多架运20运9飞机 依次起飞奔赴目标地域 完成模拟空投 极限性能飞行 战术机动飞行等多个科目 训练期间 官兵将联合作战理念 融入每个飞行架次 由内之外 由低到高 形成联合思维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1月2号 新闻联播中出现了航母 福建舰的最新画面 干净的甲板 三条弹射轨道清晰可见 尾部甲板 有一架全尺寸的舰载机模型 据悉 目前福建舰正按计划 稳步推进季博试验 有专家表示 福建舰首次海事的时间 指日可待 我们后台看到很多的 军事爱好者的朋友们 也都在发来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推送一下网友的提问 对 网友的互动相当的热烈 大家关注的就是 新闻联播当中 尽管只有短短的几秒 但是福建舰的最新画面 依然是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 大家都是关注 离首次海事还有多长时间呢 我们来请一位 梧桐树下的网友来提问 想请问专家 从官方公布的福建舰最新的画面 可以获取到哪些关键性的信息呢 那接下来福建舰距离首次海事 还有多远的距离 这个问题请杜老师 新闻联播一顾播了6秒钟 在6秒钟信息特别大 我概括起来就是321 首先是三条跑道 三个弹射器 你看在主甲板上 两条并行的电子弹射 在斜角甲板上有一条 而且特别整洁 也说明下一次呢 如果把这个固定翼的预警机 还有这个满油满弹的 舰载战斗机无人机 都可以弹射 也说明今后在舰载机方面 咱的行谱几乎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准 什么样都有 另外呢 关注甲板上的人还可以看到 在1号这个电子弹射器的尾部 两个这个白色方框 那个是弹药的升降机 说明我们舰载机进行装弹 然后马上进行作战行动 另外呢 后部还有一个全尺寸模型 在全尺寸模型之间 还有四道拦阻锁 您看整个甲板 包括弹射器 说明我们今后的电子弹射 这个效率将比这个滑越 和整体弹射要高得多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二 就是两艘托船 您看它舰手 它这个联播画面就显示 两艘托船正在协同发力 改变航向 那说明呢 已经离开了这个码头 离码头越远 离海市局越近 也说明呢 如果能够离开港口 进行这个机动动作 那么下一步深度细波实验 将会成为重点 那个一呢 就是一个特战部队 你看指挥呀训练都很全面 所以下一步呢 如果在这个火力打击过程中 特战部队能够相互组合 这个兵力火力相互组合 会成为航母 今后远程作战的 重要的一个基本标志 海市我们希望明天就海市 当然了 它深度细波 还有一定的时间 总的感觉呢 这个海市 如果能够这个 在这个晚饭 好饭不怕晚的状态下进行 那离服役就会越来越紧 所以大家关注海市 更要关注 什么时候的船上军装 加入海军作战训练 我觉得除了这个福建舰 本周关注的焦点 本周呢 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南昌舰 相信多老师可能也看到了 很多的网友关注 说我们南昌舰 四年跑了十万海里 很多网友说 这是高效率 也显示了我们的战斗力 那我们也利用点时间 请多老师也跟我们讲讲 这个南昌舰 到底是体现了我们 什么样的一种军事素质 南昌舰呢 是05大区首舰 19年没有服役的时候 我们到海军 青岛海军节就看到了 当时农武状态 但是南昌舰呢 带领舰队 玩在这个极端条件下 完美地进行了这个阅兵展示 那现在看呢 美国人说呀 外星武器中一件 是美国B2轰炸机 现在改嘴了 说还有一种是中国的 这个05大区 所以南昌舰呢 大概是美国眼中 第一个外星武器装备 排队量很大 能力很强 而且从公开画面去看呢 各种这个电磁的 这个电子装备很先进 另外武器装备很全面 几乎是航母带刀示威长 而且在这个画面 包括最近报道的消息来看 我们在与外军对抗控制中 很和谐啊 而对这个外军叫全程跟苗 另外叫这个全程缠动 也说明今后在航母 编队中作业很强势 另外在日常训练过程中 这种这个核心件作用也在发挥 另外您提到的这个四年 跑了十万海里 十万海里换成咱们熟的公里数 是十八万公里 就每年没事也得跑五万公里 平均每天要跑一百二十八公里 也说明呢 在这个各种训练过程中 这种领先作用 包括这种堡垒作用 正在逐渐强化 好的 谢谢多老师 联通至家 幸福到家 全无光宽带 千兆全覆盖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 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我们接下来 终于记者何志玲 将和苏小辉老师 在三十分钟时间里 继续在节目同名 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抖音号 以及央视频APP上进行直播 解答网友问题 分析本周热点话题 期待大家继续互动提问 在我们新媒体直播当中呢 还有更多早安中国 爱在中国的精彩内容 以及很多精美礼品 在等着大家 赶紧拿出手机 参与我们的新媒体直播 好 本周的电视端的直播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下周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